我們就謝謝 Ken 也要跟我們分享他做的很有趣的題目 大家好,我是Ken 我今天講的分享的題目是 My Interest Outfit from Learn and Using Us 我現在在群慧科技的Synology當演技師 我是教大畢業的 因為我周末的時候我去少女賽演唱會 所以現在我沒有聲音 我手邊在音樂,所以沒有聲音,就是情線這樣 那就是回到還在當學生之後 就是在大三的時候,修研究所課 就是做了一個系統,叫做Don't Blug 那這個時候做這個系統是想要說 就是Plug那時候我們可以訂閱每個User他的SSV 那SSV的話就是顯示最 就是這個User最新講的20筆留言這樣子 那我們透過分析這20筆留言 然後來猜說他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好,那就是我們先 就是預先定義了10個類別 然後我們繼續做Training 然後就是拿做Classification檔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系統呢 就是得到不錯的評價 那就是,就是他有趣的也可以有送膠髮型的 然後就是淺觀是用PHP寫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合作的產物 好,那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到小大學了 那就是這個時候我們那個 國分會就給了一個創新研究檔 OK,那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我這時候想說 如果既然說就是這些長官都覺得說 這樣好像有點意思的話 那是不是我可以就是 再繼續往下做研究 好,這是那個少女時代論文 好,那就是接下來就是 修課的時候啊 就是修一門課在演化計算 那演化計算的話就是 我想要用這個 之前分析PHP寫的這些經驗 我想說 來繼續往其他部分做發展 好,那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看一下 比如說 我今天想要就是 把PHP上面的 user relationship 就是 好友的關係 跟粉絲的關係 我想拿來 就是把它做視覺化 看出有沒有什麼 什麼現象可以再發掘 好,那我用了就是 那個 multiprocessing 就是來做 就是 原本是只有 就原本不需要先 就是把資料抓回來 那現在就是 先很土炮 就是先用multiprocessing 就是多開幾個process 然後跟PHP要資料回來這樣子 好,那 那之後就是把 現在是把 leta寫到mySQL裡面 然後 我是直接用 就是regular expression 跟UIL lab2 來做 來做 就是mine-according的動作 好,那 就是說 這個課是 就是叫做演化計算嘛 就是 所以說 就是用了一個 就是 e-c-s-u-i 這個library 就是來幫忙做 就是演化計算的一些計算 然後畫圖的話 就是用 就是 那個 map-up-line 來做這個事情 好,然後那個 就是這套 c-s-bure 它已經名字掉了 好,換一個名字這樣 好,那就是 呃,先舉步看說 這個東西是我的話 會發現說 就是其實我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 會有兩群不同的朋友 那我們再 放大一點來看 就是 我幫他們看到 就是 我發現說其實我的朋友 是有很多不同的群的 就是說 這個圖呢 代表意思就是說 每一種顏色的點 就是 不同的族群 那一群人 好,那我會發現說 欸 就是我plug上面的朋友 大概有100多個 然後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是有不同 小圈圈組成 然後我們來連結 不同的關係 所以就是 就大概知道說 欸就是 除了 就plug除了就是 內容可以來 就是來做滿意之外 可以從 就是 relationship來得到一些 我想要的資訊 好 那就是 直接很快的跳到 就是 說二 好 那就是 呃 就是 這時候我要說服老師說 我做的 這個研究是有意義的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Alvin是那個 plug的創辦人 然後他的plug的內容 是public 就是 我在沒有登錄的狀況下 我可以看到他講過什麼東西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認識他的話呢 那我可以就是 慢慢的看完 他講過的所有內容 然後我來得到說 他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那時候我們可以開啟話題 就是 可以就是 認識就去往下發展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我的話 我沒有色彩法會 就變成是說 因為就是 什麼都看不到 OK 那 所以說如果所有人 想要認識我的話呢 就是 他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他看不到我講過什麼東西 所以 沒辦法開啟話題 所以就是 就是他的 他的心理社會這樣 好 那我今天想要解決的問題方式呢 就是說 我今天針對這個User呢 我可以知道說 他的交友狀況 就是他的relationship 那 這個就是 呃 就是 plug a relationship 這邊都是 就是 這是公開的 就是 不需要 不需要註冊 然後他也沒辦法隱藏 就是他都可以看到說 就是你有哪些朋友這樣 好 又有了朋友之後呢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我會從 以你為中心開始的時候 就是 找你朋友 跟你朋友的朋友 去 這個範圍內的 那個人 來當作 sample space 然後呢 我要就是 用那個 community detection的方法 就是 我想找到說 你的朋友 是有哪幾群人 組成的 就是你有幾個 小圈圈的朋友 這樣子 然後呢 我找到 我確認說 這群人是 朋友的小圈圈之後呢 我就是 開始看說 這個小圈圈裡面的人 哪些人 他的 對話內容是 public 若是他是public的話 我就可以來做 就是來做搜尋 說就是 他講過哪些 可能是 就是有興趣的 他平 好 那針對所有的 就是 community 就是 match完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說 每個community 他會有共同的話題 好 那就是 例如說 這群人他們就喜歡吃喝玩樂 然後 上面這群人就喜歡看電影 或者是 就是 做一些比較 比較阿宅的事情 好 那就是 所以說呢 我可以透過 不同的族群 來推測說 他對什麼東西 就是他 中間這個人 他對什麼東西 可能有興趣 那這個假設是說 就是 我可能有一群朋友 是負責 就喜歡看電影 有些朋友是喜歡吃美食的 那我應該是 跟他們有某種關聯 就是 我是透過這種管道認識他 所以我可以從 就是 來 如果說他是 他是設public 如果是 一般康的人的話 我就想辦法從 防腔射擊的方式 來推測說 跟他的朋友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關係 來做連結 然後來推測說 他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好 所以 剛剛的酒礦呢 就變成這樣 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認識一個女生 可是他的 額道是 private 那我就可以透過他的朋友 來看說 這個女生 就是他的朋友們 喜歡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可以 把這些資訊會整之後 就是來 開始跟他開始對話 那之後就可能可以 就是繼續往下交往這樣 好 那就是 故事說完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細節 好 那就是 一開始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要消把資料拉回來 那 就是拉回來的話呢 其實 Pluck他有提供 就是 他的API 那我們可以用Pluck OOS 這套 就是 前輩寫的 是 OOS的Library來 來操作這樣子 那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直接 impose起來就可以用 好 那可是 呃 就是 當初是用 就是西上的工具正在 跑的程式 那 之前的經驗是用Multiprocessing 可是 這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呃 就是 工作站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就是 我們會 就是 線路上會限制說你的resource 好 所以就是 他會吃要太多resource 然後就被 被寄信公司了這樣 那所以呢 後來就是 換用g-event 那就是 他是比較Live-weigh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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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那他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比 threading 再更Live-weight的 的 這樣子 好 那就是 g-event 他還蠻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就是 他有一個Monkey page 就是 他可以幫你把 就是 sender library裡面 不是 不能就是 thread-safe的東西 就是拿來做patch 就是讓你怎麼先 都可以動成這樣子 那他有 他有自己的pool 跟queue 那就是用 這些東西就是把我的 就是 contention給 就是 把這個 crawler給建出來 好 那這時候就是 發現說為什麼 就是 就是 會 就想說為什麼就是 crawling的速度很慢 然後 就是 這時候發現說原來 oos2 這套 library 他裡面用的 就是 呃 http的 library 是用的 這套 j-event 他的 效能很長 那 最主要問題是說 他沒有 condition pool 那變成說 我每次發request 我都要再做一次 tg-event 好 所以呢 就是後來是用 url type suite 那就是 還有condition pool 我就把 就是把 就把他的那個 library 就是在做hacking 好 那就是下一個階段 就是說 我現在把 就是朋友的粉絲 的relation suite 全部都爬完了 然後呢 就發現說 那個 就是 我的data 我的data是這麼多 可是我的index 好像比data還要大 好 那就是 為什麼index 比data還要大 好 那就是 providence說 就是 原本紀錄的方式 就是 把一個 不是很 不是很 relational的東西 硬塞到 my cycle裡面 所以變成是說 我需要畫了外的 effort去 maintain 他的index 好 那其實我現在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說 我現在想要知道說 我這個user 他有哪些朋友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用是 一個key 就是 integer key 對到一個list 這種 這種行為來陳述說 我這個人也有哪一群朋友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想說 好像有東西很吵 叫radis 那他剛好就是一個key 就是 他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 data structure的 storage 那他提供了很多種 function 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 就是 他可以存 他基本上是key value 那他的value可以是 list set 然後還有hashmap 之類的 對還蠻好 蠻好 所以就是用radis 來做 就是 拿來存relationship ok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 要把朋友分類成 分類成幾個community 在小學圈 這樣 所以後來就是 我發現說 目前有個還不錯的algorithm 就是 後來就是 很實作的 好 然後就是會發現一件不可能 很不可能學的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jason 那jason 他在plug上的行為 就是說 他基本上是設成private 可是你只要加他朋友的話 他都會同意 好 那這種特殊的case 就變成是說 就是 他有大學朋友 他有2000多的朋友 可是 我還是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所以呢 這時候 如果是用原本沒有改過的code 下去 下去算他的community的時候 會發現 就是他要算七分半來算得完 那 我沒辦法接受說 我一個service 我點下去 我要查確認色 然後七分半走之後 再來看結構 這樣 那又不是一個service 好 那這時候就是 請出我派派 好 那就是 呃 用派派來 當成新的interpreter之外 就是還有另外一套 是哪來畫 應該說哪來做 就是graph的computing 就是network x 然後 network x的話 它剛好可以被派派集圍 因為派派有些事情太容易 不能用 那這時候我剛好就是 突然可以用不掉 那我就是 用派派配上network x 來 來組出我的network 然後來算community 那現在就是 完全沒有改口的狀況下 換interpreter 就是七分半變30秒 就可以把trserve 的computing做到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 老師 就幫老師說 我們先是serve storego 然後老師說 要有機器就有機器 那這時候呢 就是 台達他們就是捐了兩櫃的 就是 就是機器到學校 那 因為老師是集中主人 所以就剛好就拿了 把柜來用這樣 好 那就是現在有新的機器 那我們就是 可以就是 來 之前都是用一台機器 來慢慢拉 就是更不樂要之要吧 那我們現在可以玩 看新的家 好 那就是先講一下就是說 他在機器上這樣子 就是 就是 他沒有扛手線 好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他機器壞掉的話 我 很難知道說他到底死在哪裡 就是只能 重開他 OK 那 所以呢 這個價格大概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嗯 因為像剛剛講 就是他沒有扛手 所以我不太可能 一台一台 慢慢去幫他安裝 他的維持 那怎麼做呢 就是 我先手動 先裝完一台 一台 一台 就是Messonote 然後呢 就是用那個PXE 再配上LBD 就是說 嗯 今天我只要有一台 新的SERVER 插進來 就是 就是 接到那個櫃子上面的時候 他開機的時候 他需要 HP的 需要IP 之後呢 他就跟Messonote 要他的 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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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之後 就是剩下的SERVER 全部都開機拍起來了 OK 那這點是說 我只要灌 應該說灌兩台 我就整台櫃 整櫃 可以動 好 然後 現在說新的櫃子架構的話 那就是用ZeroEQ OK ZeroEQ配上MessagePay 那ZeroEQ的話 它不是個MessageQ 我把它想像成是說 它是一個 就是 high level的那個 就是Network Library 對 好 那就是 最後的架構大概是長這樣子 就是說 我所有的SERVERNode 就是它的 就是整個系統的櫃子 然後我會有 比較好的機器 就是 拿來做Coordinator 然後把 負責把收到的資料 存到DataStore裡面 好 那就是 然後就是 角色有點複雜 因為就是 我們可以用ZeroEQ 快速的 ZeroEQ 它提供很多種MessagePattern 那就是 很多種MessagePattern 的話我可以設定出 我自己的系統架構 然後 然後就是透過ZeroEQ 它幫你把 就是Saki的封裝號 我們只要Call它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 整個Message的Flow 然後我剪出來 那我們看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就是 我剛剛這邊會有提到說 會有一個 Cue MessagePattern 會有一個 Cue MessagePattern 它的 我在執行 就是 我在執行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先 就是 就是 Redis 它有幾種 就是 un sorted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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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其他的方式 那 我這邊舉的例子是說 我今天 如果說我今天要拉一個 就是新增一筆 新增一筆就是 就是 需要爬的人 就是 需要 要去爬 資料的 input的話 就是 我先幫他設 幫他設一檔 Timeout 就是說 這個人 他要在分出去的 work node裡面 要在 5分鐘之內爬 不然的話要重新爬 OK 那 就是把他加到 un sorted list 裡面 就是 叫 wip 就把他uid丟進來 那之後呢 我們做完一些事情之後呢 我們把他 把他丟到 set裡面 把丟到 就是 把這個ip 加到 down的set 裡面 然後再把他 從這個 un sorted list 他會去排 例子的話 就是說 就是 puff的話 他就是 一個user 他會有很多朋友 那我就是 一個user 進來之後呢 就是把他的朋友 都放到 就是 un sorted list 裡面 然後 他會去排 好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 例子是那個 就是 我今天有個un sorted list 就是我需要爬的人 OK 那就是 我們當初有把時間加進去 然後就說 他在什麼時候之前要做完 那我們如果說 今天要取個新的target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用 range by score 就是從小 就是 快要timeout的人 就是把它拿出來 那重新加到 to do list 裡面 來做事情 然後如果說我把它加到to do list 的話 就是把資料拉出來之後 就是把它放到 就是 就是 這時候又問說 就是 這個user id 是不是在我們的 那個to do 的set裡面 那如果 如果 不是 如果說不是的話 那就把它加到to do list 這樣子 那就是 待會再看一下 因為扣了點 賴久一點 好 然後之後我會發現說 就是為什麼 在勞工期的過程中 就是 CPU Loading很高 然後就是 明明就是 Io榜農點CPU榜 好 我們看說 就是 Famery只有G還很夠啦 可是發現他用CPU是 就是06年的東西 對 所以呢 就發現說 其實他這張卡在是在算 Plug他 API要的 就是HR1 跟JSON的時間 那 所以呢 就是 換用了另外一套 JSON的Library 來取代SenderLibrary 裡面的JSON 是UJSON 然後 這時候就是 寫了 用 寫了Python 的那個 C Extension 就是 直接用 直接用 OpenSSO的CAPI 然後把它寫成 Extension 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問題有解決 好 就是 原本資料 什麼都放在 MySQL裡面 那時候有個很多很潮的 MongoDB 想說 這個 因為MongoDB 它就是一個 純JSON的東西 那 Plug的API 兔回來的東西也是JSON 所以就是JSON 一JSON 好 就用一下MongoDB 好 然後因為20台 就剛好可以租兩位 上一時代 所以我就把整個卡拉車架起來 好 然後其實最重要的地方是 就是 MongoDB 它一個蠻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做 replication 跟sharding 那我們機器這麼多 那就是把這些Vision來玩一玩 所以最後就是把 那20台機器組成 就是 9台唯一一個單位 然後 總共有9個shard 每個shard有兩台機器的 那個MongoDB Cluster 好 那MongoDB Cluster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 Routing Go 叫Mongo 然後它就會 收到request之後 它會去問就是 Combute Server 那Combute Server 然後它就是放MegaData OK 那 之後呢 要到去 五塊進來 問到MegaData 就是說 自筆電台 到底放在哪一個shard裡面 之後呢 就是會直接去shard 那我們剛提到說 9個 總共有9個shard 每個shard有兩個人 所以就是 會有兩台 兩台 就是等於是做Rate One的 Nope 然後還有一台 阿比特就負責投票 就是看說 這樣才死的 要不要服務一些給我去看 好 那就是 最後整個class的就是用二三機器 那 就是現在我們吧 所以我這樣抓回來 可是 就是 我們會有講話說 不太可能就是 全部都是打中文或去打英文 那有時候會 中文交雜 然後 就是大家 如果有在 有在用 就是 中文段詞的話 大家都會知道 有CKIP的東西 那CKIP 那時候我在交代 有放 一個Mero站 可是 就是 因為都黏九次 休憩管他 然後他被 他被回報資安問題 然後就被趕緊了 那 而且另外問題是說 申請到了 他的班禮物的時候 我發現 他只看得懂中文 他看不懂英文 那怎麼辦 那就是 自己做一個斷詞系統 好 那就是 呃 就是做斷詞系統 就是 就是 上次代 可是如果 我告訴你說 他是 韓國明星的話 你就知道說 喔 這個人可能說 想上次代之外 他還會喜歡 就是韓國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就是 建了一個 hierarchy 那這 hierarchy 是用那個 困難 table 這套 這個 這個 pattern 做出來 那就是 用 SQL 來存 就是 hierarchy 就是 hierarchy data的時候 他很多種 pattern 可以用 例如說是 就是 nexty list 或者是 就是 其他方式 那最後 有一本書上說 他號稱就是 closure table 是效果比較好的 那就是 最後就是 用這方式來實作 好 那我們建完了 hierarchy 之後呢 我現在要把字放到 就是把我的 keyword 放到 hierarchy 裡面 那就是 就直接 就最後是 總共用三個 table 來完成整個內容 然後 有了 keyword跟 詞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 就是 斷詞 那 基本上就是 如果說我今天給你串中英文混雜句子的話 那就是 我是參考 就是有一套 Chrome extension 叫做 為什麼不能加空白 就是說我要把 中文跟英文 就是中間加到空白 然後 插空白 那就是用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前面跟後面中 就是 前面跟後面中間 插 插空白 OK 然後呢 就是 之後就是用那個 就我們把 特殊符號濾掉 OK 那特殊符號濾掉之後呢 就可以做 做 Split 就可以把所有的字 取出來 好 那有了 這些 keyword 之後呢 就可以來做 match 說哪些 哪些 keyword 如果是 我關心的 就是我有收在Split裡面 那Match的話就是 因為 中文的話 它沒有空白的 段開蓋 也就是說 需要設計個簡單的 演算法來 就是 同時取中文跟英文 所以 如果說遇到中文的話 就是 逐一 逐一 就是它的Cursus 逐一往右邊移 就是 如果說沒有Edge的話就往右邊移 那如果英文這個字 沒有Edge到的話 就是 直接跳到下英文字 OK 那 所以說 簡單說 這邊用的其實就是 IgEx這套 比 Standard Regular Expression Library 好用的東西 OK 那 剛剛說 我們在存那個 剛才存那個 就是整個 Hierarchy的時候 就是 從Diabase撈出來 那我要不快速做StreamMatch的時候 就是用Try這個Diastructure 那有一套 就是 還不錯的實作是 那個 MarisaTry OK 然後最後是用那個 Seql Acne 來把 就是 用它的OI 把資料放到 OK 好 那就是 就是 原本是 我原本是選P.A.語言 然後老師就說 你寫這麼多語言 然後說我學弟 不能把它maintain 然後 這一百二十年 我就 就要欠領一下怎麼辦 然後 就現在放棄的 就是當中 這樣 好 那就是 最後就是用Flex 把它做出來 那就是 最後 現在是跑那個 Gmicron 這樣 好 那就是 其實很簡單就是 就是 用Flex 把 Request 導起來 然後老師這時候說 就是 你做的系統不能只給 自己demo用 你要就是讓 網友DDoS 對 好 就這麼爛的系統 怎麼辦 然後就是 我們實驗室的 Workstation 就是用Code 可以用 那圓圓團結就是力量 那就是用 Celery 再加Rubium Q 那最後 就是Celery就是說 你接一個Request進來 那我們的 會把 我們網友社會把 就是Request 導到一個 就是Celery 的Work Queue 裡面 然後他 有空的Worker 就可以去 去拉 Jub來做 好 那就是 教大家這個東西 就是他總共 學生可以用12台 就是 12台 16Code的機器 那我們用就是 我們用那個 Celery的話 就可以輕易把這些 這些Task 放到 這個Front上面 那 然後另外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FreeBSD 那時候我在測的時候 它的Virtual EMV 沒辦法跑 排排 所以呢 就是設計了兩條 兩條路 就是說 呃 就是 它兩個Cue 一個Cue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Cue 然後是Key 是排排 那一個是PYO 這樣子 那就是說 如果說 就是 呃 OK 就是現在走兩步 就是 呃 就做Low Balancing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把東西放到 QRG上 QRG就是 BST上跑 那我們剛剛知道說 拍排他數據比較快 所以 再用這種方式來做 就是 Heuristic的Low Balancing 這樣 那最後 就是我們就是可以在 不同的平台上面 指定不同的Cue 讓它跑 那像是我們比較強的機器的話 我們是同時聽兩個Cue的Jub 那BST的話 因為它不能跑拍排 所以就是跑去PYO器的Cue 這樣子 OK 好那就是 最後 最後就是說 就是要幫 弱取個名字啊 然後所以我幫我弱取就是 就是 Sociation Working Service Discovery System 然後就是 把好小名字一樣 然後剛好 這個董妹沒人買 所以我就把他買下來 好所以最後做什麼樣的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說 額面上會 就是這邊會顯示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Interest Hierarchy 就是 上面那種就是 它 Hierarchy 然後最後 對底層的Leave呢 就是它的 Keyword Matched Down 讓我放大一點點看 就是說 就是我講了很多 就是上個實在的東西 所以這邊 Keyword都有Matched Down OK 那就是 還要講 就是 就是這個 這 hierarchy是自己訂的啦 所以就是 Keyword部分 就之後可能會再加強這樣 然後第二個 View 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說 就是你的朋友 是屬於哪些看不到的題 對 所以呢就是 用就是 會提供第一種 View 就是說 我點他 就是 我們可以點其中一個 那我點 點New Focus 的時候呢 我可以看到說 這個人是誰 然後再 再繼續往 就點 點Button 就點到他的search 頁面這樣 那如果說 你的朋友數很多的時候呢 這邊全部都是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提供第二種 就是 TreeMate的方式來寫 可以塞 相對比較多的資料這樣 然後就是 我給你看 就是我給你看那個 你講過的 Keyword 沒有頻率的概念 所以呢 就是 用那個 WordCout的方式來寫 顯示說 就是 你常講的東西這樣 那 這三個畫圖的部分 都使用就是 D3JS畫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說 統統一下就是 總共用了就是 三套 DBMS 就是 Radis 來 存 Relationship 然後還有就是 Test Queue這樣 那MangoDB的話 就是把 就是 Plug跟MangoDB的 就是 那一篇鋪文 還有就是它的 User Profile 放到MangoDB裡面 那 剛剛說 Hierarchy的部分 因為MangoDB其實它 不太適合存 Hierarchy 那 就是 最後是用MangoDB 來放這樣 OK 然後就是 希望老師趕快讓我畢業啊 然後就是 本來最後寫了 100多頁的部分這樣子 好 那所以結論就是說 就是 不一定就是要 就是 可以用這東西 C口來解決問題 因為像是 我要取的 Relationship 的話 就是Keyback很簡單的關係 我就不用把它塞到 MangoDB裡面去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 code不夠快的話 你就寫C Extension 對 那如果 跟我們一樣C Extension 很熟的話 就 就給拍拍 就不用改空 一定要可以變化 然後 Pipe上面也淘汰很多 就是多看度比較 就像是 那個Try的 這套 Implementation 它有很多 很多種實作 那 可以照自己的需求去取 對 那剛剛說的Marisa Try 它是 號稱說它的 Memory Music比較少 OK 那如果說我是整個 就是整個 就是Coplus 就是盪不出來 然後放在Try裡面 的話 有些會放太大 對 所以 就是不同的實作 這樣 然後就是 我就這樣 如果要感謝人太多 就感謝少女時代這樣 好 那就是幫我們到這邊 謝謝 謝謝 我問一個 就是 我跟GeroMQ 我不是很熟 是時候想問一下 GeroMQ 跟Co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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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工媒現在有處理的地方嗎 沒有 就是 GeroMQ 你把它想像成就是Saki Library 就對了 那 它也是沒什麼Q 它就是一個Saki Library OK 那 Coplus的話它是JobQ 就是 其實它就是個Q 對 那 我剛剛提到說 用GeroMQ 那 就是 Ceary它是包裝了整個 JobQ的 framework 那 真的在 就是做 Qing的東西 Qing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 的 Message Q 的 reportation 這樣 你可以用 對 好像 你可以用 Hong 你可以用Ready Start Q 對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 真正有 有Q功能的 reportation 來做 它Sari Bells 做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的 那個 架构裡面的話 Erasis 跟 Hong 現在是 Hong 現在是 Hong Hong 機器 會不會 那台 機器有 128g Hong 對 好 對 然後 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 就是 在 部署MongoDB Cluster的時候 就是 大家可能有寫到說 如果你的Data 如果你的Data 可以在一台機器的Memory放進去的話 就 不要做Shorting OK 那可是 台達那邊機器大概是 16G的RAM 可是 我的Data Set大概 將近100G 所以那個時候 負責不做Shorting 可是後來 他就說我錢 就有錢 所以就是買了一台 128G的機器 的那個 新的設備來放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把 一台Shorting 用撤回來 放一台上面 然後其實效能還比較好 都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Ken 厲害的分享 對 就一直一大靠心 大家可以休息一分鐘 然後請下一位講的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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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